民众宅在家不止外送平台订单变多 网路订购生鲜日常用品 也让包裹数量爆增 物流大塞车 高雄市结合一千多家餐饮业者 与五千多位计程车小黄协助宅配送餐 台北市长克文哲你跟进 其实我们最近本来市场人流很多 本来想说要发展电商加物流 来疏散一些要去市场的人流 就后来发现 PC phone从5月15号以后 听说业绩成长了5倍 我想你们也知道 最近我们台北市的那种外送快递行业 停止运送那个生鲜食品 所以这也是一样 常常危机就是转机 当然这一次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种危机 造成很多行业的打击 但是倒过来 电商物流整个生意就上升了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计程车的 面炮人力可以挪去帮忙物流 这个可以思考看看 因为目前在台北市物流的需求量 成长了5倍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相互 至于怎么做 法令保险什么要怎么做 这我们尽快把它定一个方法出来 疫情造成许多行业受打击 但危机就是转机 电商物流声音上升 是否会研溢如何把计程车人力挪去帮忙物流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